嗨,五年级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黄老师 今天老师这里也是一样会教你们有关于这一个卡融案的这一个情况 同学们,因为在卡融案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变成同学们老师会先劝你们写的是卡融案 毕竟你们的卡融案这两个月里面你们做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在家也可以掌握好这一个卡融案的这一个技巧 那么上一篇的卡融案你们受发这里做到OK吗?可以吗? 上一篇的比较容易对吗?这一篇的情况是老师会让你们自己决定 你们想要写什么地方 这一篇老师给你们的这个题目主要是登巴门纳瑞 登巴门纳瑞就是你认为你去过很有趣的地方 但是你要写好的是当你在马来西亚度假的时候 当你在马来西亚度假的时候 OK?好,我们现在来看题目 OK,同学们 这一篇卡融案你们应该会很少看到 但是老师也希望你们可以学得到 OK,这一篇的卡融案是这样子的 你们的考试的题目有时候他们会给你一篇这样子的东西 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给你们的是for诗歌的部分 可能半顿这一些或者是pracy 他们会给你们这一些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就会给你长长的这一个题目 要你们自己去写 所以同学们老师今天要try你们的是 怎样子看这一个pracy 这一个半顿 OK?好 当你们看到你们的卡融案真的是这样子的半顿 第一个首先你们要懂的是 你们要分析里面题目的意思 那么你们分析了你们就懂其实真正你要这样子做 OK?第一个他跟你们讲的是 Malaysia Yankubuja Di desa juga di kotak 什么意思? Desa的意思就是村庄 Kotak就是城市 OK,马来西亚是一个国家对吗? OK,那么我们的马来西亚是不是有分成 Kampong,还有这个KL 对吗?对是不是? 所以他这里就有形容到这个Malaysia 他有村庄 也有这个城市 Mari, ni, ma, ti,什么 来,全部一起来什么? 享受 一起来享受 享受什么? Chutty, Chutty Malaysia 一起来享受在马来西亚假期的这个感受 是这样子的 OK?这个过程是怎样子的?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 第一段 第一段我们叫 Pertama Ranggab OK?第一段 第二段 他比较简单了 开始他讲的是 Mari, la, bergembira 一起来开心 Chutty, rehatkan, mida OK?你休息也可以休息到你的什么? 心智 可能你的大脑 你可以让他休息 不会那么stress 不会那么压力 OK?是这一个情况 OK?那么记下去 什么呢? gitter, other OK?全部人都有在 怎么样? Malaysia, ma, persona 迷人的这个什么? 马来西亚 OK?同学们 你们这一点你们就要记得 当你们在写的时候 你们的这一个华语意思 和你的这一个国语意思 一定是the ballet的 一定是掉转的 同学们 OK?你们懂吗? 不要你们这样子写啊 example 老师给你们 对 呃 炸香蕉 OK?炸香蕉 可能你们就会写 香蕉 就是pissang哦 炸就是goring 应该叫goring pissang 不是 OK?应该是pissang goring 明白什么吗? OK?你要记得 只要你想出来的华语 写出来的时候 国语要跟华语是the ballet的 掉转的 OK? 说法这里还可以吗? 可以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题目了 题目他给你的是什么 题目同学们 你们看到很长 对不对? 不用担心 其实同学们 你们只要看重点就可以了 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上面的这两端 讲的是有关于 一首歌 是就地马来西亚的 OK?请问这一句重要吗? 不重要 接下去 这一首歌 是鼓励 大家怎么样? 大家怎么样? 去假期 去游玩在这个国家 OK? Malaysia mempunyangi banyak temprat menarik untuk dikunjungi sama ada di bandar atau di kampong 他讲到的是 Malaysia 这个 Malaysia 它拥有很多的 这个有趣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 拜访 去参观 不管是 它是在城市 还是在 kampong 不管它是在城市 还是在 kampong 明白? OK 接下去 来 这个就是你们的重点了 Berdasarkan masuk lirik lagu 这一首歌 这一首歌 寫了 寫了 这一首歌 有趣的地方 曾经是 你去过的 曾经是 你参观过 你拜访过的 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就是 你们的重点 这个就是 你们的重点 OK? 所以今天 老师给你们 题目就是这个 Dempat menarik 就地底 Malaysia OK? 简单来讲 short cut来讲 就是你要写出 你去过 有趣的地方 它有 当时是在马来西亚拿 不是国外 同学们 你either可以写 城市 either可以写 kampong 都可以 OK? 那么 接下来 老师就会 给你们看到的是 老师的大纲 OK 同学们 老师的大纲 给你的是 只是给你一个方向 可以去参考 but 同学们 你们可以写自己的 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写自己的 OK 我们来看看 OK 例如同学们 怎样子 叫做 你们可以写自己的 OK 老师给你的 这一个大纲 其实给你 做一个参考 而已 OK 让你有方向 可以去写 明白吗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大纲 第一段 我们通常是写什么的 可能学校假期 同学们 你写这一篇作文的时候 一定是写过去了的 还是还没有发生的 一定是写过去了的 OK 因为只有过去了 你才可以写得出 这一篇作文 所以第一个 可能你可以写 学校假期 OK 上个月的 这个学校假期 上一个学期的学校假期 OK 然后怎么样 可能 爸爸决定 带我们一家人去 游玩 OK 那么我们就会准备 准备好过后 就会出发 出发成大 大什么东西 大什么汽车 去那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写你 小小的感受 OK 你们很期待 去那边游玩 OK 那么来到你的 ECE OK 同学们 你的ECE 你就可以写 大概多少小时 你们到达了 到达 Libar 然后 你们会先去参观 什么地方 OK 那边有各种各样的 什么 风景啊 美景啊 然后你们有 拍照 做一个流念 这样子 OK 第二 你就可以写到 OK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也有去拜访 他的工厂 他的工厂 可能制作这个 水果 OK 可能制作这一些 那边的土产的过程 你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你们就会怎么样 很专心的 在聆听别人的讲解 我们叫做 Pasa Teringa Pasa Teringa OK 过后 你就会来到 我们吃午餐 然后 大家都享受 这个食物的美味 我们吃的怎么样 狼吞 狐猿 很饿 我们叫做 Glojo 狼吞 虎猿 叫做 Glojo OK 然后过后 可能你们那个地方 刚好有草莓园 那么你们就可以写 你们去草莓园 去采摘这个草莓 然后享受 它的美味 过后你们会购买 作为什么 作为你们的手信 带回家的手信 给朋友的手信 都可以 最后的结尾 其实就是写 你们的感想 OK 通过这个旅程 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很密切 你希望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再一起去旅行 再一起去游玩 OK 这一个是老师给你的一个 目录 老师给你的一个大纲 让你有方向去 作答 但是同学们 如果你们没有根据到老师的大纲 也没有关系的 其实你可以写你自己要 OK 都没有问题 明白吗 那么老师给你们看 第一段 老师做了的example OK example 你们会看到第一段 OK 老师写的是什么 Padre Jutti Sekola Yanglalu 学下假期 Bapak membawa Bapak带我们 Kami Berjuti di Melaka OK 老师写的这个是 Maliu 所以你们 不一定可以follow 你们可以写自己要的 OK Bapak memeriksa 检查 他的 corrector 出发之前 一定要做什么 OK checking Untuk menjaga Keselam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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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pas Membuat Presediaan Tang做好 Soyal的 Zumpay Kami Pertolak Kesana 我们就 出发 去那边 Denggan Denggan Sama Menaiki Kereta Papak 用爸爸的车 或者你们可以讲 你们是坐bus的 这些动课 OK OK 然后 Kami Berasa Bida Saba 我们怎么样 感觉 没有耐性的 很想要去到那边 或者你们也可以写 Kami Berasa Sangat Kembira OK 因为可以出去玩了 这个老师是给你的第一段 有看到吗 老师给你的这个 这个大缸里面 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吗 所以同学们 你们可以不用跟着这个大缸 因为大缸老师只是给你一个方向 懂怎样去做而已 你们可以自己写自己的 各自写各自的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明白吗 同学们 OK 那么今天老师的课是到这里 所以接下去的这个四端 接下去的五端是你们的 功课 OK 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 老师会在星期一的时候 有一个line 一点到一点半之间 你们可以提早 放好你们的问题 然后问老师 OK吗 OK 那么你们可以在星期一的时候 问黄老师这里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问我 OK 今天老师的课是到这里的 如果还是有什么问题 你们要personal whatsapp老师也说 OK OK吗 OK 那么今天老师的课是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的话 同学们可以通过信息告诉老师 或者在星期一的live里面 so老师的课今天是会讲到这里 同学们 这个就是你们的功课 你们的功课 那么 OK 所以老师会到这里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